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上次有跟你提到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过去文建会的时代要炒你 本来言明会跟客家委会都要 像言明会就是要提这个已经提了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送到这个行政院 行政院就退回去 所以这个要并到文建会所要炒你的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 这个如果你们不再继续提的话 就跟言明会讲 你们自己提你们的 可以吗 好 有找到这个资料了吧 有我看了资料 就是是看了资料之后知道说 它中间有很多的过程 而且有多次送立法院 但是多次的借齐不连续 国家语言发展法有送立法院吗 嗯 没有啊 是前面的那个语言平等法有送啊 国家语言发展法没有送啊 都在都在业里面就就 好这个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你们再回去查哈 这个文化资产啊 文化资产 没有包括语言是不是 在文化资产保存法里面 文化资产 嗯 目前是没有 而且在到目前为止 通常牵涉到语言的时候 主要是教育部在负责 但是在95年的时候 把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 草案的一个草拟是要归文化 对 所以我也要回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这一个这件事情 会从教育部移到文件会的手上 也有待了解 通常是教育部 对 这个前则划分是前则划分啊 但是一个文化资产保存法 它是要文化资产 什么叫文化资产 就包括像自然地景啊 归农委会啊 但是它还是在文化资产保存法的一个 一个规范的范围 虽然它如果是教育部的话 但是我们这个法是整个国家的法律 而不是某个部会的法律 对 所以这个文化资产到底要不要把语言 列入 因为当时可能制定的时候 考量的是 这个所谓的北京化 是国语 所谓的这个闽南语 不认为有有文化一个是要资产保护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以现在的状况 确实有特别多特别多的 这个兵临灭绝的这些语言 即将死亡的这些语言 特别多在我们台湾的一个 在这块土地上 你不认为吗 是 所以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列为 请文化部啊 你们现在正在修法吗 文思法是不是 是的 所以你们在修法的时候啊 不仅仅是要你们去考量 而且相关的部会 像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 如何在现有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里面 来做修正 怎么样给予相关的 像原住民族委员会 怎么样的一个定位 来去推动这个修法的工作 希望能够尊重 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这些相关的意见 是 是 我们在进行最新一轮的这个文字法的修法的时候 一定纳入讨论 我的想法啊 很可能过去 有关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的认定啊 不管是在地方政府 或是在文化部啊 很可能有一些教授 他其实在我们的认知 在长期以来 就是有关文化资产的一个 尤其是有关原住民的遗址 历史建筑 这方面很有专业研究的 但是 常常你们的会议啊 甚至你们的这些 这些相关文化资产保存法的咨询会议 都没有邀请他 就刘其昌 中研院的刘其昌啊 当然你们听过文化部 当然 因为他这个发言啊 发言比较直接了 比较直接 可能不受到你们的这个 同仁啊 同仁的一个 您 enjoy 刘毅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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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工作很久啊 多年了 刘毅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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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oulais than 刘毅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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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如果说的是刘易昌的话,他其实参与的非常非常深,在我们的文字工作里面。 是,他是考古学家。 这个在你们的资料里面,可能里面的同仁,对于原住民族的一个认定,还不是那么清楚。 原住民族,他有原住民族基本法,作为一个定义,有哪些是经过行政院核定的民族。 像你们的一些资料里面,都会把平补族,平补族都纳入进去。 像你们的网站所公布的这些,你们所认定的这些文化资产,平补族的都纳入进去。 像各个馆,各个馆在呈现相关原住民族的这些,不管是文物,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文化的呈现。 常常把这个原住民族跟平补族群混杂在一起。 这个还是要把它理清,毕竟原住民族是一个有法律的一个定位。 当然平补族群,当然我过去一直主张啊,在文化部啊,因为平补族群现在还没有被认定为原住民族啊。 我一直认为它更要保护啊,为什么呢?有客家有客家委员会啊,盟障有盟障委员会,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委员会啊,平补族群啊,应该要放在你们的文化部,一个很重要的一个,文化保存的一个。 所以你们的报告里面,应该特别针对啊,平补族群另外一个章节,在你们的报告,我认为是这样。 因为它,它是在目前来看啊,我们客家,客乙啊,客家人啊,好几百万人嘛,对不对?都有一个委员会啊,平补族群。 当然,他们也希望成立一个委员会,但是不可能啊,现在目前的这个组织法,组织定位也没有,文化部要把它列为一个很重要的。 嗯,嗯,我们回去讨论一下这个议题,然后看看是,目前。 你们的同仁啊,非常排斥啊。 排斥平补族? 不是,不是排斥平补族。非常排斥,把它列为你们的一个专者的一个业务啦。 哈哈哈哈,是,我们回去讨论一下好不好,郑委员。 啊,我参与过协调啊,过去行政院啊,曾经要把这个平补族群的一个文化的保存,这样的一个工作,到底要放在圆明会,还是要放在文化部啊,当时的文建会啊,文建会完全不接受啊, 啊,圆明会只好接受啊,事实上它是不符合国家的法律,因为宪法有原住民族,基本法有原住民族的定义啊。 这个回去你再去聊。我们回去了解一下,好不好。 啊,这个也不算,也不算是一个旧账啊,但是一个,可能也许人都都掉走了啊,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,我们讲文化保存,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。 啊,部长。 我们回去了解一下。 这个,上次去年啊,我们谈了很多史权文化博物馆。 史权文化博物馆啊,当然我过去主张啊,改为原住民族博物馆。 你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你也赞成了,但是后来你受到一些压力啊,我不知道是不是压力。 不是,郑委员不是这样。 一些反对,我们也去讲反对好了。 啊,或者说有不同的意见啊,啊,你就打退堂鼓了。 啊,但是,这个部分啊,当然我已经,你也知道,我在这个跟江院长咨询的时候,江院长是同意,要另外设,另外盖一个原住民族博物馆。 但是史权文化博物馆啊,它的定位,一天不,一天如果不做一个好的处理啊,就像今天的报告。 你的报告,你的报告里面啊,国立台湾史权文化博物馆。 我上次提了很多,它不该展的东西嘛,对不对? 比如说低碳台湾啊,类似什么,很多的哈。 啊,这个,这边最后,最后一季,例如, 尤玛达路,尤玛达路,尤玛达路,它是泰雅族啊,他是史权文化的人吗?尤玛达路,作品,借展自加拿大,国家一郎。 这个是一个史权文化博物馆该做的事情吗?啊,它应该是其他的馆要做的事情。 因为,它不是史权文化,它的作品不是史权文化,对不对? 呃,是,不过政委员,我们的史权文化博物馆,它以史权作为重点,但是它的脉络一直下来,其中原住民的文物是它很重要的一部分。 是啊,没有错啊,所以我之前说要改为原住民族博物馆,那是你们,这个,因为有不同意见,所以你们,这个,打退唐古了。 事实上啊,这个,史权文化,当然,你不认定,你不认为,台湾原住民族,是在这个国,在这个台湾土地上,最早最早,几千年的一个,这样的一个,历史, 民主,啊,因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,不同的一个认知啊,那史权文化博物馆,它整个,整个文化的推广,毕竟还是要符合在史权文化,啊,这样的一个范围。 当然,这个,未来,如果行政院决定要盖这个原住民族博物馆的话,啊,希望部长能够,呃,能够支持。 是,是的。 好,谢谢。 谢谢,谢谢政委。